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红米K40 Pro K40 Pro和小米11采用相同的设计元素 都是磨砂玻璃后盖 都是大圆套小圆的镜头模组 和小米11不同的 是K40 Pro将模组拉长 万万没想到 拉长之后镜组比例刚好和机身轮廓比例相当 视觉上一下子贼舒适 两者后盖配色也有明显差别 K40 Pro更接近纯白 而小米11则更接近白中透粉 这感觉好像K40 Pro更好看 甚至情不自禁要喊出一句 K40 Pro拥有6.7英寸巨大屏幕 由于是非曲面直屏 正面观感震撼 是那种躺床上玩手机 不小心脱手 会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一块巨大屏幕 虽然说手机尺寸大 但是重量控制在196克厚度 也只有7.8毫米 躺在床上玩手机负担贼小 尤其是不会误触 而且因为是直屏 侧面边框更好的握持 之前在小米11和小米10的评测里 我都吐槽过 那个侧面边框只有窄窄的一条 日常这么握持的时候还好 但如果你横着握持的时候 是真的滑 在这一点上 K40 Pro完美进化 让人不禁喊出一句 机身顶部像小和尚一样 有六个小点 一侧是红外 另一侧是顶部扬声器 好家伙 红米只都开始玩起对称美学了 扬声器实际测试算是中高档水准 和某友商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款手机售价应该是3000到4000元左右之间吧 不会有同学觉得 三四千块钱就能买一个方方面面超越旗舰的手机 这次支持了杜比全景声这一点很棒 通过双扬声器能够模拟上下左右环绕声 K40 Pro顶部边框略宽 底部边框更宽 正中央一枚非常非常小的前置挖孔镜头 我在测试之前觉得 这肯定是宅男专用 幻想着有一天找到女朋友能用上视频通话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直到换下一款手机 前置镜头也没有打开过一次 所以肯定成像质量一般 因为根本用不上 万万没想到 前置镜头成像质量大大超出预期 细节丰富 肤色调校准确 夜间拍照画质甚至超出部分旗舰 测试到这儿 我都替宅男们眼眶湿润 抓紧时间找媳妇吧 K40 Pro最核心的两个卖点 其中一个就是这块屏幕 这是一块对比度极高 在室外阳光下也能够清晰观看的出色屏幕 屏幕1080T分辨率120Hz高刷新 1080T在数码爱好者里好像总是不满足 确实6.7英寸屏幕下你近距离观看 不如友商的2K那么细腻 但是对于90%以上的用户 相信我1080P绝对够用 红米对每一块K40 Pro的屏幕 都进行了单独颜色的调校 对于这个价位档表现非常好 和旗舰级别的屏幕相比 要弱一些 算是这个价位档最出色的屏幕了 这次还增加了一个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功能 原材显示在暖光灯下像纸张一样显示暖色 而在冷光灯下像纸张一样显示冷色 让你在观看屏幕的时候非常舒适 不疲劳不刺眼 很多年安卓一直没有跟进 终于在今年两款名字叫做40系列的机器 都加入了原材显示 如果你购入这款手机 记得一定要打开这个功能 有些同学第一次用可能觉得 屏幕怎么在室内变黄了 相信我 这真的是一个一旦习惯就再也回不去的功能 我甚至觉得这个功能要比高刷新率还要重要 K40 Pro采用侧边指纹解锁按键 而且像iPad Air 4一样 搞了一个凸起式的指纹识别按键 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小米工程师 从凹陷式改成凸起式 难度在于指纹按键盖板更厚 需要定制专用的盖板 同时提升指纹信号穿透率 凸起按键识别面积更大 需要做难度更高的数据还原 这大概就是大多数侧面识别按键不愿意做成凸起式的原因 凸出按键有点明显 每关一感知 外观上和普通开机键几乎没有差别 我第一次拿到手机 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侧面指纹按键识别手机 从解锁速度和准确性上来说 比屏下指纹更高 尤其是冬天天气寒冷 皮肤干燥 屏下指纹识别率会下降 但是实体按键准确率非常的高 缺点是左手解锁的时候稍微有点别扭 每次解锁的时候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对于右撇子同学几乎没有影响 可以设置直接是轻触解锁还是按压解锁 轻触解锁就是碰一下就能解锁 按压就是按下去点亮屏幕才能够解锁 防止误触 如果设置成按压解锁 其实你拿起手机台外亮屏也可以轻触解锁 这个设定很实用 推荐大家像我这么设定 你也可以自由设置双触功能 比如说我设置双触指纹接锁按键 是呼出支付宝扫码 贼方便 你也可以设置成双触扫一扫 用这功能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2015年小米还推出过一款小米4C 可以双触边框实现返回 有点瞬间穿越的感觉 K40 Pro的另一个核心卖点是骁龙888 小米数字系列推上高端之后 红米K系列继续继承 以前小米精神的核心元素 对性价比的追求 这是目前安卓手机最强的芯片之一 游戏档基本可以轻松应对 未来两年出现的所有手机游戏 而面对一款名为原神的跑分测试软件 极限画质60帧的时候 前期 红米K40 Pro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在60帧 温度最高达到过48到49度 游戏10分钟后控制温度降低频率 不再像小米11一样怒破50度 然后出现过热警告了 对于这款游戏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对于温控策略的测试就好 现在还没有一款手机可以驯服这个游戏 如果真要玩的话 建议搭配冰封背夹使用 马达升级到了X轴 清脆短促体验很好 K40 Pro配备的是4520毫安时大电池 这个电池控制在这个厚度以及重量 还是值得表扬的 充电方面配备的是33瓦插头 30分钟冲入64% 至于正常速度不算慢 但是也不算很快 拍照中规中矩 一枚6400万像素主镜头 一枚超广角 一枚长焦微距 这个组合优点就是没有战术镜头 每一枚都是日常可以实战的镜头 拍照素质和旗舰机有差距 这就是取舍 大家理性看待 不可能你花3000多买的手机 最后全打华为拍照 脚踢iPhone视频 K40系列的核心 就是出色的直屏 旗舰的芯片 以及更低的价格 至于更便宜的K40 差别就是处理器采用稍弱一些的 骁龙870 说是稍弱 但在这个价位上也是很强 另外主镜头和内存规格 也有一些缩水 对游戏党目标用户影响不是很大 学生党的虚假需求是什么 最好的屏幕 最好的拍照 最轻薄的手感 最大的电池 最猛的快充 完了售价1999 觉得是捣乱的是吧 学生党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手里就捏着3000来块钱 但是想用上这个价位最好的屏幕 希望手机玩什么游戏都不卡 拍照当然越强越好 不过学生党心里也有数 拍照再好 它也好不过旗舰 所以这部分 其实是战术哭鸡鸡 所以在我看来 K40 Pro系列最好的一点在于取舍 针对于学生党和游戏党 策略性的提供旗舰处理器 出色屏幕以及大电池 拍照部分能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降低成本 拉低售价 好的差异化 才能体现出产品的特点 才能让红米和友商小米 在不同产品线产生明确的区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